今天我们学习HSK3第二课的生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课的作业 这一个作业 我们先来看这是什么 衣服 他说衣服都怎么样 我们往后看 你什么时候洗 所以衣服都洗好了吗 他问你什么时候洗 所以B洗好了吗 没洗好 可以说我一件或者一件衣服也没洗 不洗对不对 不对 不洗是I don't want to 我不想洗 没洗呢是我I haven't 你什么时候洗 我今天下午洗 所以这是他的打算 我打算今天下午洗 第二题 小狗怎么没吃饭 我的狗生病了 一什么也没吃饭 所以是一口饭也没吃 这里也可以说一点也没吃 那什么你的狗去医院吧 对了带你的狗去医院吧 好吧 第三幅图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搬东西 所以A说我们休息一下再搬吧 没关系 我意义怎么样 休息 为什么休息 因为累 所以他可以说什么 没关系 我一点都不累 那他说不累 可以说什么呢 那我们搬完再休息 好 最后一个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还没什么飞机票呢 你知道在哪儿买票吗 所以我还没买好飞机票呢 知道我什么你一起去吧 我跟你一起去吧 太好了 谢谢 你们都做对了吗 好 我们来看第二课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先来看生词 我读 你读 腿 腿 腾 腾 腾 脚 脚 脚 树 树 容易 容易 难 难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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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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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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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一试 先来看第一个 腿 这个呢 脚 很好 他们都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对吗 part of your body 所以你看他们都有 月 OK 这个呢 疼 很好 这个呢 树 这是 太太 是大吗 没有这一点 是大 这个是太太 这个呢 秘书 秘书 这个呢 经理 再来看 这个呢 难 the opposite of 难 容易 OK 我们再来看英语或者俄语 你来说 第一个是 腿 第二个 疼 第三个 脚 脚 竖 竖 容易 容易 男 太太 秘书 经理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人是不是有左腿和右腿 对吗 所以一个人有两条腿 同样的一个人有左脚和右脚 我们说一个人有两只脚 量子不一样 两条腿 两只脚 OK 再来看 这是树 一什么树呢 一个树吗 我们说一棵树 对 一棵树 请大家看外面 看你们的外面 外面有几棵树 我的外面有三棵树 你呢 OK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 太太 OK 有一个人他叫王芳 那他是什么 王太太 周明的妻子 我们叫周太太 所以Family name 庆加太太 周太太 李太太 张太太 OK 再来看下面一组词 我读 你读 是 碱 张 庆 庞 其实 其实,其实,瘦,瘦,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是什么,瘦,瘦的反义词, the opposite of show,好,这个,胖,对吗,这个呢,其实,其实,这个呢,这是伞,伞, take an umbrella,是什么,拿,对吗,拿伞,所以这个是拿, 这个呢,把,把,一把伞,拿一把伞,这个是楼,这个呢,量, 我们再来看英语或者俄语,你来说,第一个,量, 搭,楼,拿,把,伞,胖,其实,瘦, 好,我们来看一下,伞,我们有什么,雨伞,下雨的时候, 我们用伞,对吗,雨伞,下雨的时候,用雨伞,这个呢, 这是太太的太,太阳伞,对,晴天,晴天的时候,太阳很大, 我们用太阳,我们用太阳伞,我们刚才说,一什么伞, the measure word,对,一把伞,一把伞,我们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楼,这呢,对,大楼, 也可以说,很高的楼,叫做,高楼,一座大楼,一号楼,一号楼,我们学校有一号楼,二号楼,对不对, 你看,他们这是,他在什么,楼上,他呢,在楼下,这个人怎么样,对,他上楼,这个人下楼, 把,我们可以说,一把伞,还有一把椅子,我们还可以说,一把钥匙,这是两把钥匙,对吗, 还有呢,一把刀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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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剪刀,一把剪刀,OK,我读,你们读,一把伞,一把椅子, 两把钥匙,两把钥匙,两把钥匙,一把钥匙,一把钥匙,一把刀子,一把剪刀,一把剪刀,亮,也是一个亮词, 我们一辆什么,对,一辆出租车,一辆公交,一辆自行车,OK,公共汽车,还可以一辆什么,一辆车,对吗,一辆摩托车,OK,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字,其实,我们来看,他看起来怎么样,瘦还是胖, 嗯,他看起来很瘦,对吗,其实呢,一点也不瘦,所以我可以说,他其实不瘦, 看起来很瘦,其实不瘦,他其实一点也不瘦,所以其实是真正的, OK,他们在做什么,在上课,他在上课吗,其实他在玩手机,对吗,他其实正在玩手机,游戏, 再来看,他拍了照片,对不对,他看上去在旅游,其实呢,他在家,所以他其实没去旅游,他就在家里, 嗯,再来看,他在做什么,他在看书,但是其实他,呃,但是他应该睡觉,对吗, 所以他在睡觉吗,其实没睡觉,他在看书, 好了,我们来复习一下,所有的生词,请大家看, 腿,脚,树,楼,伞,太太,秘书,经理,办公室,他们都是名字, 量和把,它们都是量字,拿,动词,这个呢, 疼,容易,难,胖,瘦,它们都是形容字, OK,这个呢,其实,它们,它是副词,OK,我们再来看图片, 复习一下,他怎么样,他疼,哪儿疼,脚疼,还是腿疼, 这是脚,这是腿,OK,这呢,这是脚, 这呢,腿,这个是什么,他怎么样,他胖,他呢,他很瘦, 这是哪儿,办公室,他是谁,经理,他是谁,米叔, 这是一棵树,这是一棵树,这是楼,一座楼,一座大楼, 这是伞,什么伞,雨伞,OK,一把雨伞, 她是他的太太,对了,生词的作业,请大家做quizlet, 然后还有书上的16页第二部分,书16页的第二部分, 好,我们下课